特首你好 無線的 想了解一下昨天楊局長說過 那些猴子 隔離中的猴子表現 都有少少反覆的 想問一下有沒有更新 還有之前驗到最近過世的兩隻 是不是都是類比罪 有關於動植物公園 有動物死亡 我是見到文體女局局長 第一 在這件事裡面的應變 他是快的 第一時間圍堵問題 圍堵問題 令問題不會再擴散 同時採取了適當的監察措施 亦都做了加快的分析解剖 以及一些化驗 結果 亦都是第一時間公佈給大家聽 這也是符合我們在處理這件事件的要求 當然了 繼續做好監察 確保到事件 如果有任何新進展 如果有任何新進展 我們第一是知道 原因是否好像我們現在所公佈的 是屬於類比罪的一些感染 而且真正正繼續監察實際情況 確保情況是受到我們的管控 現在有新消息公佈 這個我相信民體內局局長 在他今次處於這件事件裡面 亦都符合 剛才我所講的不同領域的要求 我們繼續去監察和管控好這件事 好嗎?多謝大家 要做到 從 過 好了 那